中國當局表示 逮捕涉嫌在中國山西省位大樓外製造一系列爆炸的一名男子 爆炸造成1人死亡8人受傷 山勢官員說有犯罪前科的41歲嫌疑人豐志坤 星期五在山西省太原市被逮捕 他對犯罪事實公認不諱 有關當局說警方在豐志坤的住處發現自製炸彈和製造炸彈的材料 警方表示豐志坤曾因盜竊被判9年的徒刑 當局未有說明犯案的動機 太原爆炸案發生的一個多星期之前 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一宗致命撞車爆炸事件 畢竟盛稱這宗事件是伊斯蘭分裂分子策劃的暴力恐怖襲擊事件